因為小的時候 家境真的是都很辛苦嘛 那我在日新歌廳唱歌 唱完歌大概都11點5分 我們趕最後一班 國光回到新北頭 中站 那我們要回家呢 就還有一段路 大概騎那個小綿羊 還要騎大概15分鐘 那我就必須帶著妹妹 刮風下雨的 我就把她帶回去 不過我妹妹太聰明了 有時候我們要上班的時候 白天下午場 她跟我一起從家裡走到 搭國光的時候 跟我走路呢 永遠保持一段一定的距離 為什麼 她都一定走到我的鞋後面 我就莫名其妙 我說為什麼她也不比我早一點 也不比我再晚一點 原來她怕曬太陽 她走在我的影子下面 Yeah 就她 這麼小就這麼炸 難怪您今天看來 白裡透紅 對 真的你真的比 琪姐還白 對啊 哇 真的是 夭壽死小孩 可是我們比較好奇的 還有觀眾好奇的 就上次那個 那個誰 又怕誰說 謝雷大哥嗎 謝雷大哥 你猜你講成大家好 是謝雷 對啦 謝雷大哥有來上節目 怎麼說 然後他對你非常的欣賞 但是他說 你瞧不起他 因為你眼光高 你好好地說分明 到底是發生了什麼事 我跟你講 謝雷真的是一副好心腸 它是 鋼刀嘴巴豆腐心 嘴巴是很利 第一次聽到鋼刀 鋼刀嘴巴 豆腐心 刀子嘴豆腐心 對 那我們年輕的時候 是 因為家裡環境都不好 然後我們坐那個 那個時候剛剛有計程車 剛好除不進 差吧兩毛還是五毛我忘了 沒幫我刷咧 他就是不肯 我說那就除不進啊 你怎麼辦 那你一天給我 哈哈 後來我才說 哪有人這麼小氣的 後來我才知道 他的家境 真的也是有好大的負擔 不過他長得一副公子哥的樣子 這樣 白泡泡泡 又咪咪 又咪咪三爸爸 瘦瘦的 三比八 所以別人認為他家環境應該很好 就他長得很像副公子 非常像 其實他是很窮的 所以他其實一點都不吝嗇 對 每一分錢 而且很孝順 非常孝順 我媽媽超喜歡他 差點嫁給他 差點把我嫁給他 嚇我一跳 他媽媽好像也蠻喜歡你的事 對啊 對啊 是不是 但是就是你們彼此不喜歡 你沒有用 不是 因為我們的責任 肩上都好大的責任 很重 不敢有兒女私情 想說趕快把弟弟妹妹 這樣 拉拔長大 那 那爸爸又好賭 那我又付了好多賭債 是 那所以呢 兩個人不敢有兒女私情 但是我知道 這類事對我蠻好的 那我也不是看不起他 不過我要講句 沒有啊 那是我自己說的 我沒有 我發誓 早期我們兩個人一喝咖啡 老闆娘就緊張的要死 怎麼說 因為以前一杯咖啡 你去喝 有擺一罐奶精 有沒有 奶精喔 一罐冰糖 冰糖 冰糖 然後他全部帶回家 外帶嗎 他不敢 他不敢 但是一杯咖啡就把人家糖 通通一罐都吃光 我是把奶精當奶粉再吃 所以我們兩個人 兩杯咖啡人要陪一大罐的奶精 一大罐的冰糖 而是老闆看 我長期更謝的又來喝咖啡了 都給我一罐 真的假 真的 好可憐喔 對啊 那個秀很稀奇嘛